据说一般人都看不懂这个密码锁里面的原理 而它却仅仅只是由一些螺母制作而成 但是使用如此简单的材料制作而成的密码锁 它的安全性真的能得到保障吗 在开始制作的时候要准备到四颗螺母以及铁棒等配件 其中几个小铁片将会用于来固定铁棒的部分 所以这里需要将它们分别焊接为一个整体 然后在其的中心钻出一个孔洞 该孔洞的大小与铁棒的直径相互吻合 通过这样的处理 就能将铁棒穿到这些铁片的中间 而这些铁片则会焊接到一块铁板的上方 从而形成了该密码锁的支架 在焊接的过程中 为了确保每块铁片间的定位足够准确 还需借助备好的螺母作为参照 待处理完成后 再将铁棒与螺母全部穿到支架的里面 然后将每个螺母排列整齐并做出标记 标记出来的铁片将会裁切成与螺母大小一致的多边形 接下来制作的是该密码锁的内部结构 首先将铁棒套到支架的上方 并用笔画出相应的标记 接着再沿着画好的记号 在铁棒的上方切割出一条凹槽 该凹槽将会起到解锁作用 只有当每颗螺母旋转到相应的位置时 才能顺利地将铁棒抽出 但是想要起到上锁的效果 则还需要对所有螺母做出进一步的加工 这里需要将螺母的上方各自钻出一个孔洞 然后再利用这些孔洞在铁棒的上方 画出相应位置的记号 这些做好记号的部位 需切割出对应的凹槽 而螺母的部位则要将一颗铁钉 从开好的孔洞里面穿入 并在内部预留出部分吐起的位置 接着再将铁钉上多余的部位切割取下 然后再使用焊机焊接固定起来 处理完成后就可以将其打磨平整 并在每个平面处印上相应的数字密码 所有的螺母都进行同样的操作 搞定后就可以将它们与铁棒组装到支架的上方 这样只有当螺母旋转到正确的位置时 才能顺利地将铁棒进行抽出解锁 最后只需在铁棒上再安装上一个拉手 以及焊接上两个固定的铁片作为支架 整个密码锁的制作到此也就全部完成 像这样将它安装到门上的时候 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将它进行打开 只有当每颗螺母旋转到正确的位置 才能正确地解锁 不知你觉得该作品怎样 可以把你的看法在评论区发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